賴娃仙 你聽過地下偶像或看過他們的表演嗎 在日本有超過一萬多名少女 在從事偶像這個行業 而隨著偶像行業的興盛 也越來越多小女生 把偶像當作他們的人生置業 AKB48 Perfume 桃色幸運草Z 奶木板46 這些偶像總是給人光鮮亮麗 清純可愛的感覺 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這些主流的偶像團體 其實只佔偶像行業的10%不到 更多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地下偶像 在還沒出名前 他們可能窮到連三餐都吃不起 而偶像行業嚴重功過於求的情況 也造就了許多的亂象 許多偶像為了成名或是為了賺錢 只好做出各種過激的行為 來取悅那些進貢他們的粉絲們 粉絲表面上看起來是去看偶像唱歌跳舞 但實質上是為了表演結束後的各種課金福利 來滿足他們的私慾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人相對其他國家的人 自我意識較低 且普遍對自己沒什麼信心 而在經過1990年的經濟泡沫危機後 面臨著經濟的不景氣 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的日本人 急需一個情感的發洩口 這也造就了偶像文化的快速崛起 一些不像一般人有主流的興趣 或是交了真正的女朋友或有份穩定工作 對現實感到無力跟絕望的人 在偶像身上投入大把的時間跟金錢 認為自己是在跟偶像們對抗這個社會體制 在這個文化圈中 認為大家都很團結並找到歸宿的人 就是我們說的御宅族 而秋葉原就是這些人主要的活動聖地 這也是地下偶像最多且最活躍的地方 地下偶像普遍的定義是指那些 專門在lifehouse裡面舉辦活動的偶像 為了有持續的收入來讓團體運作 很多地下偶像基本每天都會辦現場活動 而即使每天累得要死要活 在還沒成名前 他們的收入還是非常微薄 過得非常的結局 抹茶的…抹茶的クッキーが食べたいよ 抹茶的クッキーが食べたいだけやのに チョコレートも食べたいよ チョコレートも食べ… お金がないよ 之前一檔綜藝節目採訪 一個偶像團體10人 每人平均月收只有3萬日元 想當然的這樣的薪水 一定沒有辦法付得起房租 有的人還可以在老家跟父母一起住 而沒有老家可以住的人 就只能跟一群人 擠在事務所提供的狹小房間內 在廁所煮飯配著超商的配菜來吃 成員們之間的關係也很微妙 既是一起打拼一起生活的戰友 也是競爭對手 每個人每個月都會有所謂的業績 粉絲多業績好的人 就會成為團體的主推 表演跟宣傳都會在比較顯眼的地方 也有著比較多的資源 而表現差的人就只能站在角落 有的甚至沒有辦法上台表演 甚至還會被退團 所以為了吸引人氣 每個偶像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偶像除了表演外還要自己賣票 而如果沒有賣出規定的張數的話 還要自掏腰包 不過偶像live的門票一般也不會太貴 最主要的收入還是要靠活動後的誤飯時間 除了基本的拍照握手都可以買得到之外 根據每個團體齒入的不同 還可以要求各種不同的姿勢 及不同的場景 而大多的經紀公司為了賺錢 常常都會安排很多過激的服務 也因為偶像之間有業績跟排名的壓力 且這種單點一個人的服務 通常都是可以抽成的 所以往往只要粉絲肯出錢 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偶像都會盡量滿足你 有的可以讓你直接摸偶像 更誇張的還有裸上空 只用手遮住重點 不未讓你拍照的 簡單的來說 只要你有錢 你就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 這張圖是一個偶像團體的宣傳活動 買10張票可以躺床拍照 200張讓你在新歌MV中飾演主推成員的戀人 300張只為你一人辦LIFE 400張有原位服裝禮物 500張可以跟主推成員約會5小時等 而最高的3000張甚至寫下可以跟成員 這個 3000張是什麼概念呢 3000張已經可以把日本舞蹈館的第一層座位 給包場了 至於這個是什麼呢 就給大家自己猜了 這個宣傳雖然有點誇張 不過這就是地下偶像行業的縮影 偶像們或經紀公司為了增加業績 讓你購買他們的商品 一些明說跟不好說的服務 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當偶像想要有高人氣的話 較好的外型當然是必備的條件 但除非你像橋本還奈 或是前一陣子也很紅的流美舞 這種明顯是上天賞飯吃的外 一些長得比較普通的 可能就要靠整形才有辦法逆轉先天的劣勢 所以整形在這個行業也是十分常見的事情 之前一個覺得自己長得不怎麼樣的 偶像他就花了700萬日圓 把整個臉都整了一遍 結果之後不但獲得了整容選美比賽的冠軍 原本一隻手就能數完的粉絲數量 現在也多到兩隻手都數不完 薪水也因為抽成的關係 從10萬日圓漲到了15萬日圓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認同他的做法 但他也確實靠著整形改變了他的命運 隨著偶像行業越來越年輕化 也越來越多高中生甚至國中生都投入這個行業 而現在連國小生的地下偶像也開始慢慢變多 當然啦這些團體雖然還是有握手簽名 及聊天合照等活動 但至少沒有像上面一些亂七八糟的特別服務 粉絲們大多也比較理性 用關愛的眼神守護著這群小偶像 而除了女生外 當然也有男生的地下偶像啦 地下男團相比女團發展相對較晚 各種利益機制也並不完善 而跟所有新興的行業一樣 在市場沒有飽和的情況 就代表著男團相較於女團有著較少的競爭 以及有更多賺錢的機會 地下男團與主流偶像並無太大的差異 但不像女團的粉絲在他們表演的時候瘋狂的應援 那些花錢買票進場的粉絲 不管偶像在台上多賣力的表演 他們在台下根本不為所動 不僅沒在看舞台的表演 有的甚至還坐在地上玩起了手機 為甚麼會這樣子呢? 相信很多人也猜到了 這些粉絲進場根本不是為了看表演 完全是為了之後台下特點會的服務 表演完的特點會只要花一千日元 就可以獲得一分鐘與偶像交流合照的時間 至於這一分鐘你要怎麼使用就是你的自由了 基本只要嘴巴不要碰觸 其他甚麼動作都OK 與其說這是合影機會 應該說是買戀人券還比較恰當 買個數十張一個晚上花上數萬日元的人也大有人在 而且活動也不限一人全部男團成員都任君挑選 一天要一次重新好幾個人也是沒問題的 有粉絲一個月就花50萬日元在男團身上 記者就很好奇的問了一個偶像男團的隊長 問他特點會的行為跟牛郎店有甚麼不同的時候 隊長也只是笑笑的沒有回答 據說一個中等偶像團體 把偶像當作他們人生的一切 一旦他們提出的要求被拒絕 或者覺得被偶像欺騙 他們就會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 但地下偶像跟粉絲的互動又是如此的平凡且密切 且不像主流偶像地下偶像的業績跟收入 往往來自幾個特別有財力的狂熱粉絲 所以要如何界定好粉絲與偶像之間的界線以及互動 這也是偶像行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而偶像行業一直都有的敬愛令 最近也被大家廣泛的討論 越來越多人覺得敬愛令是一件非常沒有人性 且違反人權的行為 AKB48中以具有偶像意識著稱 入行十年從未傳出緋聞的渡邊麻友就曾說過 以作為AKB的藝人來說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以作為一個人來說 卻覺得好像失去了什麼重要的東西 這句話大概也一語道破了行業的情況 韓國在2021年就有成員爆料 現在約會公司不但不會禁止 還會幫忙安排路線躲避媒體 而在2022年11月 在又一個AKB48的成員爆出緋聞的時候 AKB48的總監督 向井帝美英就表示是時候 該重新考慮敬愛令的問題了 有人說這些大人之所以會喜歡這些偶像 而且年紀也越來越小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絕對不會被這些女生傷害 而只要你肯花錢 他們就會給你價目表上 平等的笑容跟服務 比起追求現實的女生 或跟現實的女生交往 他們不會罵你 不會不理你 更不會白臉色給你看 你看到的永遠都是充滿 活力笑容可舉的可愛女生 所以即使知道這不是現實 他們也更願意沉浸在 這虛幻的謊言裡 喜歡一個東西通常是不需要理由的 相反的如果當你的幻想破滅 或是覺得被欺騙 使你失去對這東西的信任 你也找不到任何的理由來支持你重新喜歡他 偶像們在努力表演的同時 又必須包裝好自己的形象及私生活 還要努力的討好 並滿足那些支持他們的粉絲 不得不說 這真是一份具有挑戰性 且又了不起的工作啊 我是阿仙 我們下次見 掰掰